欢迎大家回来,咱们开始商业插画的第四讲 前面的课主要是介绍了一些插画的历史和插画的风格 那咱们从这节课开始就讲一些现代插画的工具 画插画应该有哪些工具呢 都会比较杂一些,也会比较多一些 在选择上面要根据大家自己对这个材料的感兴趣的程度 或者是它能画出来的这个效果上面来进行选择 第一个工具就是比较传统的这种绘画工具素描 就是普通的这种中华铅笔就可以 它可以画的效果比较写实,按照素描这种黑白会关系 在这个插画创作上面也是比较容易去操作 有橡皮是吧,然后有铅笔,然后有纸 然后在纸的选择上面也不会特别的强调 或者是有过分的挑剔,它是一种很简单的去能够实现这个插画创意比较便捷的方式 然后它也可以画的种类或者形式比较多样一些 然后比较好玩一些都是可以的 在插画啊,刚才说的铅笔插画上面,然后也有一些延伸 比如说在铅笔的创作上面,然后也可以跟水彩进行一个融合 在塑写本上也可以铅笔进行创作 同时在水彩可以给它加一些颜色 这个创作上面也是比较有趣的 相对它创作起来使用的方法也比较简单 然后有一套水彩,是吧 然后在纸上面稍微厚一些 比较好的塑写本,对吧 然后它就可以进行铅笔进行描绘 然后水彩进行上面的一个颜色的附着 其实就可以了 这个叫多尝试 然后就是咱们有一种叫蜡笔画 然后它也是现代一些插画师比较常用的方法 因为它的表现出来的机理会比较好玩一些 而且比较有质感 画出来的效果 然后也会很自然 然后在这个创意表达上面 它在这个机理上面能够比其他的再有趣一些 可能它更像现在的一个像素画 是吧 然后或者是它在颜色的饱和程度上面也会更丰富一些 现在最常用的画材就是彩色铅笔 这个现在比较常见 然后这样的教程各方面也比较多一些 它可以画的很超写实 就像这样的种感觉 这种画都不是很大 大概比如说A4A3是吧 或者是全开对开都可以 画的也会层次感比较丰富一些 比如说蜡笔画呀 铅笔画呀 它的在彩色上面就是它层次会更多 因为它的颜色选择上面会比较多 从第一个特别亮的颜色 一直到特别暗的颜色 它中间的层级会很多 所以说它表现起来会更细腻一些 它也可以画的很像很像照片 那也可以把它创作成各种比较灵动一点的人物 或者把它创作成这种植物 然后水果花卉都是可以的 然后也可以把它创作成比较有感觉的 或者是创意型的这种插画类型 比如说像这样的这种画的表现方式 对吧 它可以根据自己的梦 或者是根据文章里面一些比较奇幻的东西 把它创作成更有意义的 或者更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也可以用彩墙来表达 现在也有很多的插画师用这样的毛笔来进行创作 它可以画的比较像工笔画一点 是吧 但它在表现上面也可以追求更现代 更潮流 或者是更前卫一些 它在表达上面表现上面也可以更更可能性的去表现自己的想法 跟和这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包括可以做成比较有趣的这种小品类型 这个是比较有趣的这种小小插画是吧 这种类型 是用水彩小水墨这种感觉 然后它的激励感还是很不错的 最需要看画手在这个过程中对水和墨的这样的一个把握 中国最传统的最开始的这个插画 像小鹤头找妈妈呀 最早的这样一批动画片 它都是用水墨来表达 就是这样的一帧一帧这样的画出来 所以说还是很牛的 当时还没有这样的就是PS这种软件出来 当时传的这种手绘完成 可能这样一个动画片可能要画几十万张这样的插画 还有最常见的这样的水彩 水彩工具它的表现可能会更灵动一些 它在整个这个在市面上可能也是接受度会高一些 一个是水彩一个是彩迁 在社会上面插画师用的也是最多的方法 它也可以画的很抄写实 这样的水彩大师也有很多 也可以画的比较有创意一些 然后按照自己的内心是吧 画的不是那么具象 画的比较写意一些 它也可以画成很很细致的这样的水彩人物 水彩花卉 也可以画成这种小品类型的 可以画成这种小清新三细的 颜色丰富一些 然后创意比较多一些的插画 水粉插画的话 这个颜料的覆盖性可能会强一些 因为它不像水彩比较柔和 或者是比较没有水彩那么的灵动 所以说水粉画上去可能更像是就像耍墙的那种大白 对了点水 但是它的透明度会差一些 所以说它画的时候不会有水彩的那种比较干净的那种感觉 而它更像是重彩 或者是颜色会更加浓重一些 这也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平常的这种感觉来进行选择 油画现在特别常见 因为这个是最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这个几百年前人们就开始这么画 一直到现在 所以说在这个技法上面 已经被开发的很就是很多了 而且很很纯属 现在就看你是如何去用创意去表达它 如果像那两美式画的这种小人是吧 它技法性很弱 但是它的这种意识观念很强 像孙上龙画画的 孙上龙有一本书叫艺术创业论 大家也可以搜索购买 这本书是关于艺术上如何去赚钱 是吧 它不仅仅是画了自己的内心 它可以画可以有更多的商业价值 所以说也是蛮不错的这样的一种 比较潮流的这种方式 包括丙烯画 它可能像油画会多一点 但是它干起来会非常快 像油画可能需要两周的时间才能干透 但是它可能需要几分钟就可以了 比如说板画这个也是特别常见的这种方式 也咱们在第一节课也有说在解放区是吧 一二十年代二三十年代的时候 板画当时在这个已经很流行了 现在它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广泛了 马克笔这个不是很容易去画 因为它你画的如果是不是很娴熟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机理 这也要根据自己的这种画面的这种构成来选择 这种矢量插画 现在是用软件来进行创作 手绘版 然后电脑 这样的 包括我自己也是画这种PS的手绘材 还有很多这样的3D效果 各种效果 就是说它创作起来的话会更现代 然后表现起来也会更魔幻一些 因为它可以在电脑上进行各种修改 咱们第三个要介绍的就是综合手法 这个是特别有趣的一种方法 比如说这种拼贴是吧 然后它平常可以在纸上做一些激励 然后剪成各种各样的形状进行拼贴 然后这样的插画可以还可以做成绘版 所以说这个方法也是当下挺流行的 然后包括这种 粘土插画是吧 它拍成照片以后 现在粘土动画片定格动画也特别多 也是比较主流的一种创作形式 比如说还有烹灰 在墙上进行有点像涂鸦这种感觉 它也是插画创作的其中一个比较 比较有感觉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画种 那咱们这节课就先讲到这里 就自己进行这个画剧如何进行选择 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面 大家就要根据这个画面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美感 各种感觉挑一个适合自己的 就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初学者的话 像水彩和彩铅可能当下比较流行 然后教程也会比较多 比较适合初学者进行入门 如果想直接尝试比较有趣的是吧 可以用油画跟屏息 因为它的覆盖性会比较强 而且可以在画面上反复修改 而不会像水彩 比如说你画是吧 如果画不好的话 可能就这张画出现问题 是吧 他这张画就没有办法要了 但是像油画屏息 他画你画不好 比如画错了 他就可以在上面进行再次修改 而比影响整个画画面的这样的一个进度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在创作的这样的过程中 还是需要自己在绘画基础上面 对吧 人物比例造型 阴影 然后光源 光线 是吧 这样的一个黑白灰关系 各种各样的这种 基础 打牢的前提下 然后就在这种材料选择上 可能会更犹人犹豫一些 但现阶段主要是在了解这样的基础知识 同时在材料上面可能可以更多的去尝试 去感受 可以比较快的去 着手开始进行绘画 这样的话 开始了 其实在接下来的这个日子里面 只要是不停的去创作 对吧 建设下来 有一些基础知识 其实这画起来还是很简单的 所以说 咱们这节课就教授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聆听